看一下藏線喔 藏線就是如果今天我有一個作品 然後我今天有線頭我要去藏線 如果我們說這個叫作品的正面 如果這個叫作作品的背面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了 等我一下喔 假如我們說這個是作品的正面 那我們今天線頭出現在背面 我們要藏線要怎麼藏呢 這是很多同學的困擾 因為你們不會認真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一針 你不管任何一針 你都要順著針的紋路走 什麼叫針的紋路呢 我們假設這樣是 我們先看下針好了 我們從這個上下針開始看起 下針我們是不是說這樣叫一個下針 對不對 好這樣叫一個下針 如果我們說這樣叫一個下針的情況呢 隔壁這樣子有一個橫線 這個是不是就叫做一個上針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下針 這個是上針 這個是上針 我們先看下針 我們先從下針學習如何藏線開始 這是我要藏的一針 我就跟著線走 我跟著我的下針走 來你看 這樣是不是跟著我的一個下針 看懂了嗎 這樣就叫做一個下針 一個下針的紋路 那我要走到隔壁怎麼走勒 很簡單 你看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是不是經過他們兩個的下方 從這裡出來 所以你的這一條線一定是經過 我們剛從這裡這裡穿進來了嗎 等一下一定從這裡出 從這裡出 然後呢因為我們要走這一針 所以橫的過來 然後呢你看喔 這一條線我現在拉這裡 這一條線的這個位置一定是這一條 看到了沒我拉他就是他會被我拉緊 我拉他就是他抽緊 有沒有看出來不一樣 有沒有你看這個被我抽緊了 有沒有我拉高就是他掉下去 這兩個線其實是什麼 互為連動 看到了沒 好這兩個線是互為有連動性的 所以我順著這一個紋路走 那這個線是跟著誰的下方走 是經過這兩條從這裡出來 所以這個線要沿著他 從下方過 從這裡出來 是不是走到這裡 走到他的下方 再走回來 再跟著走 再跟著下去 這個就叫做下針的長線 看到了沒 我現在是故意藏在正面讓你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你在背面呢你看 我是不是在等於順著針的紋路走的是上針的紋路 有沒有藏在裡面 你看不到 背面 好 那我今天 對這邊來講 這一面 這一面上針 下針 我們現在講這個把這個當正面 這個是正面 那我要線要從背面長線 好我背面看到的肯定是什麼 是上針 對不對 我的背面 我的作品背面肯定看到的會是上針 所以沿著上針的紋路 這一條線 是不是會經過他 經過他 經過他 好 下方 右側 經過這一條 經過他 還有 這一條的下方 你看到這一條線 我在拉這一條線的時候 是不是這一個跟著動 有沒有 他在動是誰在動 這個跟著動 有沒有 我把這個拉高 是不是這個就嚇跑 有沒有 這個一拉起來 是不是這個就跟著動 這兩條線是互為連動的 看到了沒 好所以 那這個跟他兩個其實是同一條線 是經過誰 經過這一個跟經過這一個 所以我就是經過他跟下方這裡 從這裡出來 他會經過這裡跟這裡的下側的後方 就從這裡經過 從這裡出來 所以經過他跟他 然後再經過這裡跟這裡 好我們把這個藏完 你看我藏的是上針 我是不是等於藏在 下針的背面 有沒有 把線拉一下 我的正面是什麼 下針 因為我故意用綠色的線藏 如果我是線頭 照理說應該是白色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我是應該看不到的 對不對 如果你藏錯了就會一條橫線跑出來 那就是你藏錯了 如果你藏對了你就會發現 你把它這樣撐開 你就會發現你的線的紋路是跟著走的 有沒有 你說我的線是跟著 你在藏的線是跟著真的紋路在走 OK OK 我好像鏡頭有點跑掉 我再移一下下 好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就是藏線的方向性 好 藏線的方向性 所以呢 我們就跟著真的紋路去藏 你就可以把線藏得很漂亮 好 所以這個認識你的針目 然後會順著你的針目去藏線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因為你如果藏錯位置 它就會怎樣 在正面被看到了 那藏線藏線的目的是什麼 藏起來 不要讓人家看到 如果都被大家看到 那就不叫藏線了 對不對 躲摸摸都被人家看到了 你還躲什麼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要藏起來 你看 你有發現我順著這個下針的紋路走出來 都是V 有沒有 那因為我順著針的紋路走的都是V 所以我的背面會看到的是什麼 上針的紋路 有沒有 那你一定會看到的原因是 我用的是綠色嘛 可是照理說是應該是看不到 為什麼 像這種下針有沒有 因為下針藏完之後 我藏它背面的時候 我是白色的線 如果去藏 你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我故用綠色線藏 所以你會看到 但是你其實是標準針目上面 你是看不到的 好 那我們全部都是照著針的紋路在走 這樣懂嗎 OK嗎 好 不同顏色 就照不同顏色的位置去藏 你是什麼顏色 你就跟著什麼紋路去走 還是一樣順著你的紋路 你是粉紅色 就順著粉紅色的紋路去走 粉紅色的那一排去走 你是綠色就照綠色的去走 白色就照白色的去走 所以跟你用什麼顏色 怎麼藏線 沒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只是怎麼藏線而已 好那我們再來藏第二條 如果碰到花樣 今天要怎麼藏呢 好 如果今天我們碰到了花樣 比如說 我們那天有學第二個花樣 就是病針掛針 不是有做出鏤空花樣嗎 對不對 鏤空花樣的正面長這樣嗎 背面是不是長這樣 對不對 好天哪老師 我現在要跟著這個走 這怎麼走呢 一樣不管你是哪一排 找出你的線頭的地方 找出你的線頭的地方 假裝我們的線頭現在在這裡 我隨便一個地方先出來 這是我的線頭出來的位置 我們就只要跟著這一條走 我隨便找一針 任何一個位置其實都可以 它是不是經過這裡 你就跟著穿 跟著你這一針的紋路去走 它要經過這裡 往這裡去 你也就跟著去 好碰到掛針 這一條線是經過它的下方 你也跟著經過 然後它會從這裡出來 它出來之後會經過這一條線 為什麼 因為你看嘛 它跟誰連動 它跟它連動 你們這兩個是同一針 同一條線 所以我就經過它的下方 然後它 就走啊 就跟著走啊 跟著你的線的紋路走 跟著你的針目的紋路去走 你的針什麼 你這一針是怎麼走的 你就怎麼跟著它走 然後它走到哪 你就跟到哪 它現在會經過這個下方 從這裡出來 你就從這裡過 然後它從這裡出來 然後就經過這個下方 那你也跟著經過它的下方 然後 出來之後 它是經過它以後 從這裡出來 那你也是跟著它 從這裡出來 有沒有 你全部在跟著 跟著你的針目的紋路在走 它是下針 你就是跟著走下針 它是上針 你就跟著走上針 所以一樣 就算是碰到掛針並針 你還是可以長線 還是一樣可以跟著長線 出來了以後 這一條線是跟著誰走 看一下 這條線在這 所以它是經過這兩個 那你也跟著經過這兩個 有沒有 我也是跟著它走而已啊 有沒有 一路跟著你的這個 作品的紋路 一路跟過去 你看我在正面 要不是因為我是綠色 你應該正面什麼都看不到 對不對 可是我們隱隱約約會看到綠色 但是其實你什麼都看不到嘛 對不對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的線 都是順著針目的背面走 等於說 今天躲摸摸 今天躲摸摸 他是 躲摸摸 今天玩躲摸摸是什麼 我們假裝這個 他跟他 今天躲摸摸 綠色要在橘子色的後方 所以橘子色是長這樣 你的綠色一定要跟他怎樣 長一模一樣 他躲在他的後方 你在正面是不是就會看不到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只要 他們兩個就是 他怎麼走你就 他今天如果站成一個大字形 你也跟著站成一個大字形 你是不是就可以躲在他後面 看過千手觀音吧 那個舞蹈有沒有 你只會看到一個人 但是你會看到的是什麼 好多隻手 有沒有 你們應該有看過舞蹈 我們假裝用這個來解釋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女娃娃的手 然後他坐在這裡 然後攀腿坐 腳在這邊 攀腿坐 然後他兩隻手伸出去 這個是第一個 對不對 其實然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人 可是他其實後面還有好多隻手啊 我們正面看到的只有一個人 但是其實他的側面看起來會是幾個人 會有一個人 會有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所以會有幾隻手 八隻手嘛 你這個方向看過去的時候 只會看到一個人 其實他後面有四個人 所以他 這三個人是怎樣 躲在他後方 長線也一樣 這個 這個 是我原來的真目 我今天要長線 我當然要躲在他後方啊 我當然要順著這個方向去長線 懂了嗎 就跟著他走 那你就不會長錯 那他的真目紋路原則上都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我長線都是順著這個紋路在走 有沒有 只是走到第二排 你或許會碰到別人家呀 好 把它塗完 這樣看懂了沒 好 所以我長線是怎樣 是穿過這個孔 從他的前面過 從後面出去 對不對 那對下面的藍色來講咧 我原本是長這樣 我應該怎樣 壓過他 然後呢 從他的後方出來 從他的後方去 從這裡出來 有沒有 所有的真目紋路其實就長這樣而已 好 我用兩個不同的顏色畫 你們應該就可以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你的紋路走向其實就是這樣 好 這就是長線